所以其實還是回歸到成就感 OK 所以其實錢 我是視金錢如糞土 因為我出到 還是很多的錢跟成就感 那時候你會慢慢的懷疑自己嗎 我那時候就會自我解嘲 我就會講說入圍就是一種入圍 得獎才是肯定 因為我沒有拿到獎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沒有拿到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得獎 它就是一種鼓勵 但我覺得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它讓我18年才拿到這個獎 所以我會更珍惜這個獎 它帶給我的力量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英尼而在 我是主持人Tim 讓我們歡迎第58屆金鐘獎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 陳漢典 哈囉大家好 哈囉 你好 恭喜 真的是剛剛 剛剛就得了 大概一個禮拜 快兩個禮拜 而且你知道很有趣的事情是 在敲這個通告之前 就先敲了這個通告 隔天你就得獎了 然後我就想說 哇 真的是好運 這個是好運 剛好帶到 對對對 謝謝你敲我通告 沒有是謝謝有這個 互相互相互相 真的看了都超感動 你知道嗎 就是那時候 然後你分享到18年 出道已經18年了 對 也不知不覺 對啊 就18年過去 18年 就這樣時間就這樣過了 對 基本上一眨眼 對 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 算是心路歷程吧 就出道到現在的心路歷程 其實那一天 我上台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拿到這個獎 我會這麼激動 因為平常都是看 就可能看別人 因為我入圍過五次 前面入圍過五次 對 然後每次我坐在台下 我就說 等一下如果是我上去的話 我會怎樣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也 也不會那麼激動嘛 我看到別人在哭 我說這個有什麼好哭的 甚至會覺得說 這有什麼 有什麼好開心的或什麼 那時候 因為我沒有拿到過 對 然後第一次 第一次沒有拿到 就覺得平常心 第二次沒有拿到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到第五次的時候我就覺得 欸 我常常入圍嘛 但我都沒有拿到 對 然後我就會有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是 越來越在意 但是我不知道我 就是 五十八屆 就是這一次我拿到之後 我上去之後 既然是 原來這個獎 對我來說 是這麼重要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 他讓我 十八年才拿到這個獎 所以我會更珍惜這個獎 他帶給我的力量 我會覺得他是非常的 對我來說 是有一個任務的 有一個責任感 有重量的 而不是說 我自己拿到 我也是懵懵懂懂 這個我拿獎了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那種狀態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好的 如果第一次就得的話 可能 也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我可能也不會 那麼激動 那就是因為我覺得 怎麼這麼久了 然後真的 剛好就十八年 然後拿到我就覺得 哇 非常的幸運 然後 在舞台上我也去 稍微回顧了一下 我整個 從出道到我 走上台的這一段時間 我花了十八年 然後這一路以來 有很多貴人幫助我 所以我才有機會 站到台上 所以我必須要 感謝他們 真的 就是我是一個 很幸運 很有福氣的人 對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並不是靠我一個人的力量 就有辦法站上去 我覺得 其實他都是一個teamwork 對 那我想問 就是 在前面幾次 可能 他只有入圍 可能沒有 真的得獎 那時候你會慢慢的 懷疑自己嗎 第一次不會 但是真的 我入圍到第五次的時候 我會覺得 嗯 到底是 就是哪裡 哪裡還需要 對還需要再 再去調整 或什麼 我當然會這樣去想 對 但是我那時候就會 自我解嘲 我就會講說 入圍 就是一種入圍 得獎才是肯定 因為我沒有拿到獎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拿到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得獎 它就是一種鼓勵 對 就是 看評審想要鼓勵誰 那我覺得 我也有接受到 評審這一次的 鼓勵 我覺得我 也算是在提醒自己 我覺得出道18年 我不要忘記我 一開始 第一天 踏入演藝圈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很熱血 對 然後很熱情的 那個 那個 也不能說小男孩 那個年輕人 就是我不要忘記 我第一天進來的 哇 我覺得什麼東西都很新鮮 很好奇 這個東西不能跑掉 對 我覺得這很好 剛好18年提醒我 我要繼續你的 服務觀眾也好 然後 治癒於人 對 我要熱愛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真的 對 點哥記得第一次 就踏入攝影棚 對 那個 那個 其實那個 那個味道我都還 還記憶有心 就是那種 冷氣很強 空調有沒有 然後攝影棚的那種味道 對 然後在 瀰漫了一些便當的味道 對 然後因為以前剛出道 欸 便當是哪裡 就會開始 就餓了 就餓了嘛 以前就是 我是一畢業 然後就進 進演一圈 我是參加模仿比賽 全民大夢鍋 模仿比賽 然後就出道 所以那時候其實 真的 因為我沒有工作 這個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運氣非常好 那我早上有先去 因為 我都是晚上錄影 所以我白天有去做 工作 打工 然後去賣地毯 去大賣場賣地毯 然後去賣鞋子 因為早上還是要有一點收入 因為不是每天都有我 但是我每天都會去 那有時候沒有 對 沒有發我通告 我還是去現場看 那有發我通告 我當然會去 對啊 這也是收入來源 當做一個學習 當做一個學習 然後後來就康熙來了 對後來就是 也是 因緣際會 就是 那個時候 全民大悶鍋的製作人 就看到我 他覺得我不錯 然後後來他 也到了康熙來了 當製作人 他原本是全民大悶鍋的製作人 然後後來他到了康熙 然後他就問我 他說 要不要去康熙 站一下 什麼叫站一下 我就 因為我沒有其他工作 沒有通告 我當然說好啊 只要有機會 我就願意去嘗試 有曝光的機會 對我根本什麼都不管 我 我只會問他說 有沒有便當 但是這個不用問 因為去露營一定有便當 我只需要便當 就這樣 那就是一個機會 然後就去康熙裡面發展這樣子 蠻想問就是 家人 怎麼看待你進入演藝圈 其實我家人 其實他們很free 我爸爸媽媽 他們 因為我媽媽是家庭主婦 然後我爸爸是書記官 就是跟法律有關係 跟我爸一樣 你爸是書記官 我爺爺是法官 所以等於是 都跟法律相關 那你看我爺爺是法官 我爸爸是書記官 然後我跟我哥 我爸只有告訴我們一句話 你們不要被抓去關 就好了 沒有特別的要求 他沒有說 你一定要來念法律相關的 沒有 就這樣 你們要幹嘛 就去吧 那只要 他的重點就是 你不要 我不是開玩笑 就是你真的不要被抓去關 就是不要學壞 不要去做壞事 不要害人 那你看我哥 他就會當英文老師 那我 因為我是他們的兒子 他們也蠻了解我 他們知道我從小就很喜歡表演 所以他們當然就說 你要去就去啊 然後我去參加 全民大悶鍋比賽 他們也很支持 但是他們是屬於那種 默默的支持 他們不會表達出來 他們不會那麼熱血 像我 我剛剛演完舞台劇 我媽媽也去看 然後 昨天我媽看完舞台劇 然後我媽也沒有特別跟我講 什麼說 好看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 喔 有啦 我有看啦 就這樣 就是很默默的支持 但是我知道他們都在 那他們 他們就很替我開心 就是我越來越好的時候 然後我工作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都感覺得到 但是他們就是那種淡淡的 但我覺得這個感覺是 這個距離是剛剛好的 我覺得這其實很不容易 因為其實像很多可能在 可能比較偏早 早期就是可能家人會說 可能演藝圈 有一餐沒一餐 對 或者是他們對演藝圈的一些誤解 等等 很亂啊 或是可能要找一些 不然正職工作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演藝圈可能很亂 但我覺得亂的並不是 環境 亂的是人 對 主要是這個狀況 所以你看你想要怎麼過 那我爸爸媽媽他們就覺得 你既然喜歡表演 那你就去吧 因為我也不是本科系 我是念國貿系 對 但是我就是 從小我在團體裡面 就是負責在那邊 帶氣氛啊 講笑話 或者是模仿 等等的 所以 他們就會了解我 然後或者是家庭聚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我推出去 我就開始表演 所以 不知不覺我也知道說 他們對我的 這個興趣是很 百分之百支持的 所以我根本沒有後顧之憂 我就去 就去做 而且其實興趣跟喜歡 要當成工作 幸運 非常幸運 真的是很 我覺得與其說幸運 應該是可以講說 是幸福的 對 因為我的興趣就跟我的工作 它是 它是吻合的 對 這個是 就是你不會討厭 對 就是你永遠不會 所以有時候人家說 那你都怎麼做功課 或是什麼 那 我說真的 我不覺得我在做功課 因為我就是喜歡 所以我覺得 就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什麼東西 什麼事情 是你做起來 你可以 費情忘食的 只要一次就好 這東西你可以 你真的不會餓 然後你很focus 很全心全意 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maybe就是你未來的這個志向 對 你就可以往那邊去發展 就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去摸索看看 有些人是用刪去發 就某一些我特別不喜歡 不喜歡的刪掉 對 然後有些人是透過就是 像我們以前可能就是社團活動 對 然後就去交朋友 然後去嘗試 等等 然後開始找到自己 對對對 然後像這次漢典歌 就是發行了最新的 單曲 對對對 Solo So Long 沒錯 要不要分享一下這首歌 在寫的那時候 當時的狀態 其實因為上一首單曲是五年前 好久了 叫做先不要 那先不要是比較funk的音樂 然後它其實會有一些趣味性在裡面 比較搞怪 還是有那種搞怪的 可是我覺得寫的歌詞 它其實也很貼近我們生活看到 你說先不要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其實那個MV的氛圍 那首歌其實就是比較活潑 對 也是比較逗趣一點的 那這一次事實上是真的是把我內心的 比較深層的一些聲音也好 或者是心境 我都把它給表達出來 用我的舞蹈跟我的歌聲把它傳達出去 那這是我譬如說 因為我今年也差不多快要四 好啦我四十歲了 怎麼樣 對 虛歲已經四十歲了 怎麼樣我四十歲了 OK我去面對它好嗎 我喜歡這種長大的感覺 那為什麼寫這首歌 因為我活到四十歲的時候 我發現 有時候我工作回到家 我一直以來 從我出道第一天 我都會有一種 偶爾都還是會有那種孤單的感覺 會有一種孤單感 我覺得這也是現代人 常常會有的一種感覺 就是你偶爾可能會有一種 我好孤單喔 那我周遭的家人朋友 他們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或者我的同事他們做了什麼 都是我在做啊 那我一個人一直往前衝 然後呢 我付出那麼多那些人 我的同事都沒有在做事 但我覺得這就是主觀意思 就是自己的角度 你永遠會看到是自己 就我做了很多 別人都沒做 但我覺得那就是 以前我太年輕 我會這樣想 但是現在我四十歲了 我長大了 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的身邊 有很多愛我的家人也好 朋友 夥伴 同事 粉絲 對 其實他們都在 他們都默默在支持我 對 陪伴我 所以其實我不是孤單的 就是我長久以來 我覺得我很孤單 我很寂寞 但是沒有啊 是我沒有去發覺他們的存在 我要去看到他們對我的付出 所以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不孤單 所以我四十歲了 我要跟孤單說再見 所以叫做Solo Solo 因為Solo有再見的意思 就Solo 當然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 那這首歌就是 Solo了很久的時間 Solo也是很長的時間 然後我終於 經過這麼很長的時間 我終於長大了 原來我不是孤單的 其實我都非常的幸福 然後可以跟過去那個Solo 對 我可以跟一個人的這種 比較 也可以說他是比較 不成熟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 是以前很孤單 都是我自己在付出 的那個不成熟的自己 說再見 Solo so long 所以這首歌完全是 很內心 其實也是滿害羞的 就是我的獨擺 算是能面對自己這樣說 對啊 就是 就是大家在節目上 是看不到這一面的 因為節目上就是要好笑嘛 對 就是要歡樂嘛 我就是要模仿啊 或者是 做很特別的表演等等 然後博君一燦 對啊 但是 這首歌 你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我 然後 也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MV 也是很有感覺 然後其實你們可以 去 慢慢的去 體會那個歌詞 因為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 對應到每一個人 我就會 有沒有 就是你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 裡面寫得很好就是 很煙滑的白天 很安靜的深夜 對 而且我覺得很深夜的時候 你就可以真正面對 然後你看又是這種沙發 對 我就直接那邊 坐在沙發 然後你突然 你放一下Solo so long 哇 太棒了 你會覺得你愛你的人 愛你的人 你就會覺得你不是孤單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孤單的 只是我們沒有 我們不願意 對 我們不願意去發現 沒有人是孤單的 所以漢典哥覺得 成名的路上其實是孤單的這句話 你現在怎麼看這句話 成名的路上是孤單的 我並不那麼認為啦 對 因為其實真的 我覺得 就像我在台上面 金鐘獎舞台上面 我感謝這麼多人 都是他們的幫助 我才有辦法站上去 所以 其實是很多人幫助我的 只是 你看喔 為什麼會有這句話說 成名是孤單的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很多表演者 他可能會覺得說 都是我自己在努力 在做 他忘記去 看到旁邊的人 但是你看喔 如果你抱著感恩的心 你去謝謝他們的時候 事實上 你會 你會是很滿足的 其實你跟人家說謝謝 事實上是一種 也是在謝謝自己 也是在謝謝自己 那也是一種自我滿足 就是你 你會覺得很幸福 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 因為聽起來這樣 點歌感覺是 就是 錢跟成就感 感覺是會選擇 成就感嗎 你問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錢跟成就感 要選什麼 我剛剛出道的時候 一開始我一定是要工作機會 我要成就感 對啊 我必須要 那你說錢 其實 那個都是在後面 我就講了 我需要一個便當 只有這樣的 但一定有 剛出道的我是這樣子 成就感很重要 要繼續撐下去 那現在的我 我發現 其實我的錢 其實也夠用 但是我必須要不一樣 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活在這個時代 新媒體時代 很多分眾 對 很多新媒體 你只要有好的內容 你就可以成為名人 就可以被看見 你就可以被看見 對 只是 就是內容才是王道 那 我現在 身在這個年代 我也必須要去 讓自己進步 因為很多的後期之秀 已經起來了 所以現在 我還是不斷的要 往前 要想怎麼樣不一樣 要怎麼樣精進自己 所以其實 我現在會想到的是 什麼東西 什麼作品 可以讓我加分 所以其實還是 回歸到成就感 OK 所以其實錢 我是 視金錢如糞土 因為我出道 還是很多的錢 跟成就感 因為我出道 你看 就是 就我們面臨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我還是要有 成就感去支撐 因為其實你到後面 其實 我跟你講 其實你 你能花的錢 到底有多少 你吃東西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吃嘛 吃飽 這是最基本的 那你能吃多少 你每天吃一餐 十萬 對不對 超多 不可能嘛 不可能 我的意思說不可能 因為我現在忙宣傳 忙成這樣 剛剛我就吃一個 飯糰而已 就這樣 對啊 那就是沒有 也根本也沒什麼 時間吃飯 好像 有時候也會 也會忘記 就是廢寢忘食 就不會餓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 表演這條路 或者是 可能大家看到的這些 YouTuber 或者是藝人們 事實上 大家都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可能大家看到 就是光鮮亮麗的一個外表 然後 很多掌聲 對 很多掌聲 但是 其實我們一直在做的 就是內容 我們要讓自己更好 事實上 壓力也是有的 我覺得每一個表演者 我覺得都是非常辛苦的 並不是大家看到說 他一下就紅了 沒有 因為你們沒有看到說 台下十年 對 我們在準備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我覺得 演藝人員或者是YouTuber 我覺得大家 譬如說彼此需要幫忙的時候 事實上都會滿團結的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好的環境 我覺得是要這樣子 但是 不一定那麼團結 不一定那麼團結 但是 起碼我周遭的朋友 是非常團結的 我滿想聽 丁哥 剛才提到的壓力 一定都會有 對啊 滿想聽你這一塊 就是你會怎麼樣去面對這些 其實 譬如說以前在康熙 然後 也會有那種 我不知道怎麼樣表演的一種 一種狀態 那就要想辦法去突破 就是 我覺得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對 然後 你要找到那種 因為我的方式是 我找到好朋友 然後跟他討論 或者是我就是 因為我有幾個好朋友 是我可以倒垃圾 我可以跟他們講說 我發生了事情 但是 這個我不會跟我爸媽講 就是我就覺得很怪 不想把自己的脆弱分享給他們 家人 但是有幾個真的是 自由 我可以跟他們分享 那我覺得 就是互相嘛 因為他們也會跟我倒垃圾 我覺得這樣子 是比較健康的 就是你必須要把這些壓力給 釋放 要不然其實 在這個環境之下 真的會滿容易生病的 因為 因為 我們面臨到的是 很大的一個落差 歌詞也寫到 很喧嘩的白天 那特別是我們這種行業 因為 你在舞台上面 哇 很多人 然後很多掌聲 很多尖叫聲或什麼 那回到家 其實他是 就非常安靜 所以那個落差 那個落差 而且 也是起起伏伏 伏伏沉沉的這樣子 然後一步一步一步來 對 所以 康熙也有遇到嘛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表演 但是就是自己想辦法 然後去做很多 嘗試跟改變 去破壞那個節奏 跟規則 對 但是 我覺得必須要勇敢 你要踩出去那一步 要不怕犯錯 在表演上 在工作上 在演藝圈上面 對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 在演藝圈 或是 對我來說是工作 工作 工作 你不能害怕 出錯 因為你 你害怕出錯 你就綁手綁腳了 就會束縛自己 你就不會有一些突破 我們要的是一種突破 不是說那種 中規中矩 因為中規中矩不適合 也不會被看見 對啊 我們就是要很特別 要不一樣 所以康熙來了 我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譬如說在 綜藝大人門 我一開始也遇到一些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跟憲哥 互動 因為他的反應真的太快 太快 然後 我就有請教他說 那 怎麼樣 我才能跟上 你 然後他就說你 你 你不用去跟我 你只要 憲哥就說你只要上我就好了 上你是什麼 憲哥叫我上他 然後我就說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一開始 我以前跟他講說 憲哥我覺得你好像高鐵 我跟不到你 你好像高鐵列車 速度太快 反應太快 我跟不上你 他說你不要跟我 你上我嘛 傻瓜 你就上我嘛 因為他也是用開玩笑 就用上我 然後我那時候就 這樣不好吧 因為我也 幽默感也不夠 因為在他面前 我會緊張 我說憲哥 其實我是喜歡女生的 對啊 喂 然後他就說不是啦 他就說 你說我是高鐵 你當然跟不到我嘛 你如果在 我是高鐵 然後你在那個高鐵的月台 你跟到最後 你會撞到月台 你就沒有辦法 從台北跟到左營 你就只能留在台北的月台 那就不如在車廂裡面 上了這台列車 就是說 我要上去這個列車 其實就可以跟到左營 所以憲哥 他很高啊 所以他 大哥是對的 憲哥就是我大哥 所以他就用這個 開玩笑的方式告訴我 就說 其實就是叫我放輕鬆 然後我也問他說 那 你都怎麼做功課 你怎麼準備 他說不用準備啊 我後來發現他的不用準備 是他無時無刻都在準備 都在準備 所以他覺得 他好像沒有在做功課 就是頭腦裡面隨時有那個 字典裡面翻出來 對他就一直一直在轉 所以 他有時候就是話中有話 你要去聽 他想要告訴你什麼 他都是用開玩笑的方式 但他講的都是很有道理 那後來我也把他話聽進去 原來是 就放鬆 然後就 要融入 放鬆就會自在 那自在就會自信 那自信的時候 你講什麼都對 所以也不需要有什麼定位啊 或什麼之類的嗎 久了還是會有 這個定位出現 但是就是你要找到那個 很自在的一個定位 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調到 調整到 我在節目上面 不管我做什麼事情 我拍戲也好 我舞台劇 我在主持也好 我是跳唱歌手 我都可以很自在的去 表現我自己 所以可能評審看到了我自在的一面 所以這一次評審想要鼓勵我 那我也非常開心 可以拿到這個獎 然後一方面也提醒我自己 要繼續的往前 繼續的努力這樣子 那我想問 撼點 就是你怎麼可以看待 就是因為現在AI也越來越普及 對 OK AI的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聊到AI了對不對 沒有其實我仿綱裡面沒有寫 沒有寫 OK 沒想到 對 我覺得 AI這個東西 它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一些替代性 但是我覺得 好險 我們的表演 是有溫度的 比如說你歌手 他可能可以唱到 哇技巧是100分 你可能你的技巧也比不上他 但是 你的情感 對 因為你就是經歷過這些事情 你唱出來的 那個 那個情緒的那種濃稠度 濃厚度 會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有經過這個事情 跟你沒有經過這個事情 事實上它是有一些差別的 對你的演戲也好 也都會不一樣 像譬如說我現在去演以前的一些角色 一定會不一樣 因為我經歷了不同的事情 那個東西在我心裡面長成了一個 就是給我提供了很多養分 那 不知不覺當中 其實我就會了 然後我的樣子可能也會改變 因為我想的東西已經不一樣 一直時刻刻都會 然後我的眼神 也會變得不一樣 不再是這麼空洞 以前是空洞是不是 以前是空洞 以前是很空洞 現在 完全不一樣 眼睛炯炯有神 鷹眼 有感受到那個 有感受到那個能量有沒有 對我覺得就是會不一樣 就是人家常常在講相由心聲 就是你想的東西已經不一樣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 你的談吐也好 你的眼神 你的肢體都會 不太一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去 感覺 從我的作品 去認識我 我覺得慢慢的去解鎖 我剛才突然想到一句話 我不知道 這是不適合套用在演戲方面 因為在唱歌有一句話是說 可能 不一定唱得完美 嗯 就會打動人 有時候反而 不那麼完美的時候 可能有一絲是走音或是破音 反而最能感動到人 你講得太好了 有時候有些歌手 他在舞台上面 他那種深思力竭 然後他唱到破音 台下瘋掉 那這個東西 你怎麼說 因為我們要聽的 並不是你的技巧 我們要看的是你的情緒 你的情感 情感才有辦法傳遞出去 技巧是死的 電腦他做得出來 對但是 他是沒有溫度的 我覺得 這個 可以用在任何的表演藝術上面 演戲也是 然後 就是瀕臨那個 可能崩潰 或者什麼情感 反而能夠讓 可能有共同經歷的人 能夠感同身受這樣 就譬如說 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說完美並不美 完美並不美 我們多虛偽 這幾年 我不知道可能這幾年吧 就是有很多人 可能也離開了 可能我們 對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行業啊 其實真的 因為它的壓力是比較大一點 對所以 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 我會想這麼問是因為 可能像之前 有一個喜劇演員 叫做羅賓威廉斯 羅賓威廉斯 他也是憂鬱症 後來也是 對 也是選擇 離開這個世界 對 恩 我覺得 我 我剛剛還是要回到剛剛講 就是 必須要找到 一個 出口 對 一個如何 宣洩壓力的一個管道 這個非常重要 像你就是跟 可能 自由們 去分享 像 像我啊 因為其實譬如說小丑 以前有一首歌叫小丑 或者是譬如說 蝙蝠俠裡面那個小丑 他們是 他表演 別人不理解我 然後他回到家裡之後 他就開始 自我懷疑 然後覺得 我不被理解 我很孤單 然後就很負面 很悲傷 對 那個是小丑 但是我跟小丑不一樣 就是 我表演完 然後可能 沒有人理解我 一個人都沒有 但我不會這樣去想 我不會說 欸為什麼你們不理解我 我會想到的是 那我有沒有開心 我表演了 那我自餘 但是有沒有餘人 那就再說 那是緣分 就是有沒有人 懂得欣賞你 有沒有人 知道你的價值在哪邊 那是一種緣分 那如果沒有 都沒有 那我們圖什麼 我們圖一個爽啊 就我表演的時候 當下我非常開心 那表演完之後 沒有人理解我 我幹嘛很失落呢 我不需要嗎 因為我在這個表演裡面 我很開心 我有成就感 成就感是來自於 讓我自己覺得開心 我覺得我自己表演得很好啊 我先肯定我自己 我不要等到別人來肯定我 那我有自於 這個最重要就是自於 我不能忘記 我為什麼喜歡表演 我為什麼加入這個行業 我為什麼進入演藝圈 我喜歡表演 我有熱情 這個很重要 那有沒有人理解我 有沒有人懂我 那就再說 那如果因為我的表演 這個人他也喜歡了 那他也很開心了 得到歡樂了 那就是我賺到的 我覺得那就是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應該也不能說健康 我覺得心態會比較好 然後也能夠走得比較長遠 就你不會讓自己 有太多的負面的東西 留在心裡面 我剛才其實有突然開竅嗎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 可能也許 可能其他人或是我 可能就是我們之前就會覺得說 我們可能就是 每天都活在別人的期待 可能活在 可能爸媽的期待 可能活在同事的期待 可能活在老闆上 是對我們的期待這樣 但好像很少問自己說 我自己到底要什麼 對那你有沒有滿足 你自己的期待 對那萬一 你真的已經達到 你自己的目標 你覺得你自己 自己做得很好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鼓勵你自己 而你在達到你自己目標的時候 然後你還要去問說 你們覺得怎麼樣 然後如果人家告訴你不好的時候 你就開始懷疑 那事實上 你已經達到你的目標了 你已經 那你應該要鼓勵自己才對 我已經做得很好 就是我已經 滿足到自己了 所以要懂得鼓勵自己 對啊 然後也要懂得謝謝自己 我覺得這樣子 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你就會持續的做下去 那最後要不要宣傳一下 這首新歌叫做Solo Solo 那把我最內心的聲音都唱出來了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MV 如果覺得這個MV 有打動到你 覺得好看好聽 記得幫我分享一下 按讚訂閱加分享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我的頻道 然後也支持一下Tim的頻道 把它訂閱起來 好嗎 謝謝 加油 好如果今天喜歡的話 我們也會再抽出這個親筆切明板 然後詳細的資訊 我會放在底下資訊欄 那如果那個還沒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MV 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 你們會看到不一樣的長暗點 Solo Solo 好 最後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加油 掰掰 掰掰 還有請按讚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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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